媽咪 母親節快樂 楊啟華為主演的新戲 媽咪的男朋友 再次挑戰飾演單親媽媽 是逢母親節將至 今天的媒體見面會上 就請來一大群小朋友送上康乃馨 楊啟華也分享了 與戲中小孩相處的秘訣 再次當媽 就是開心 然後又要開始想辦法 怎麼對付小孩子 所以每一次 其實在當媽的時候 我覺得跟小孩子的互動 可以學到 我們可能在表演方式的不一樣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跟小朋友 但這一次我覺得不一樣的是 因為之前當媽媽都是帶兒子 那帶兒子呢其實 跟兒子的互動要像情人一樣 然後這次帶女兒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挑戰 我覺得這次的女兒要像姐妹一樣 像跟我這次戲裡面的女兒 然後跟她講話呢 都是用比較一些大人們溝通的方式 比如說我有跟她說 我說當別人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要看著人家眼睛 人家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認真的回答這樣子 然後之後她有聽耶 有聽進去 那時候她就是 誰叫她的時候 她就會看著人家眼睛 然後講話這樣 與小孩相處難不倒楊錦華 那楊錦華是否有勇氣 與飾演的角色一樣 未婚就先借金生子呢 如果今天轉換成楊錦華的話 我其實我是比較喜歡 你知道兩個人相愛才會結婚 結婚之後才會有愛的結晶 我比較傾向於這個部分 忙著拍戲當媽的楊錦華 也被問及是否有關心 最近傳出與柯正東分手的好友 蕭雅軒 這個部分我不是那麼的清楚耶 因為我知道的事情是 她現在的生活 工作 什麼都是非常 狀態都很好的 對 而這次在新戲中 楊錦華除了挑戰單親媽媽外 還要飾演事業女強人 與兩個男主角有情感牽扯 她也表示相當期待 WOWNEWS娛樂小組採訪報導